救难人员出动电锯 小心翼翼把小货车的车头给一一分解 然而随着时间分秒过 终于花了很大力气 把人给救出送医 然而车祸当下就已经没了呼吸心跳的货车驾驶 遗憾的送医后还是不治 两辆轿车大货车小货卡 四车连撞载一块 几乎都是车头贴着车屁股 车头损毁变形 其中最后一辆的小货卡最惨烈 整个车头卡进前车屁股 也造成了整起车祸 仅小货卡驾驶商的最重 其他驾驶乘客都没有受伤 那后方的一辆营业小货车 疑似没有注意到情况的动态 那就撞到大货车 大货车在推撞前部两部小车子 那营业小货车因伤势 撞起比较严重 有受伤 经警预销抢救后送往医院 宣告不住死亡 车祸就发生在上午8点 国道2号接近大圆路段 四车连撞载一块 距远景初步了解 小货车驾驶疑似为注意前方回堵 从后方追撞大货车 再往前推撞另外两部自小客车 详细的教室原因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见灵状正言禁语 唐勇报道